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服务业的采购经理指数都好于市场预期 增加了市场对中国经济服偿和服输的信心 所以为A股跟港股都带来利好的刺激 A股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星期一上升中子终于可以稳收在3300点以上 星期五收盘是3328点 全州升了1.9% 另外两个指数互升300 这个星期是升了1.7% 深圳城子这个星期也升了0.5% 除了这个利好因素之外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星期四 我们看到美国 首先是美国最近一个星期公布的经济数据 好坏参半 有时数据是呈现一个放慢 比如说消费信心出现一个回跌 另外就是星期四看到多位的联邦联储局的官员 发表的言论是偏割的 特别是一向最鹰派的那个阿特兰大的银行 联储银行的行长 那个他名字叫博斯蒂克 Rafael Bostick 他也认为未来升息呢 应该是有序的 慢慢的去升息 可能未来三月份升息 只需要升四分一厘 就是一码就足够 所以呢 这也导致那个美国的债息稍微的回落 这个星期一度是上升到一个近期的高位 所以这也是利好港股的另外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恒生指数从一月的高位22,700点 跌到这个星期最低 19,783点 下跌了2900多点 接近3000点 而且这个跌势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出现跌了那么多那么长的时间 出现技术性反弹 我觉得也是正常和合理的 如果反弹跌幅的0.382的话呢 大概我们预计的目标会见到20,900点 而且呢 现在恒生指数技术上呢 就收服了10天移动平均线 但是还没收服20天跟50天移动平均线 都大概在20,800到20,900之间 所以如果未来的反弹是不能高于21,000点 我认为呢 这个可能还只不过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谢谢师傅的讲解 那么荆州的恒生指数呢 确实是令人喜出望外 而且呢 也一如师傅呢 上个星期预期了 他在19,760点之上 然后就开始反弹了 一只大洋竹 昨天上升800点 今天又继续升到20,700点左右 那么呢 现在目前 现在就如师傅所讲 就受制于20天和50天限 那么请问师傅呢 觉得呢 就是目前这个形势啊 什么板块呢 适合投资者买入 嗯 这一段 这个时段 我们看港股呢 还多一个因素可以留意 就是那个两会 中国三月会召开两会 那一般来讲 过去都有所谓的两会行情 根据我们过去的观察 通常两会行情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两会召开前的两个星期 一般呢 股市上升的概率呢 大概率是上升的 因为大家都对 那个两会的召开 有一定的利好的憧憬 憧憬会有一些利好的政策出台 去刺激经济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两会召开期间呢 反而呢 在两会召开期间呢 A股回落的机会 概率反而是比较大 因为之前第一个阶段 大家都有一个利好的冲击 所以股市就跑在那个前面 预先的上升 到了两会开的时候呢 通常两会开都是两会的代表 各自发言 还没有整理出具体的政策出来 所以就可能会出现 一定的回处 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两会结束以后的 一两个星期 那市场呢 就会消化 最后公布的一些政策 第三个阶段呢 A股呢 通过过去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可升可跌 所以就是第一阶段 升的概率比较高 第二阶段呢 就是跌的 回跌的概率又比较高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可升可跌 因为要看具体有什么政策 公布了 而且看市场怎么去反应 而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呢 在两会召开 准备召开呢 一式板块像 中字头的板块呢 吸引到资金的 留意 特别是 那是跟基建有关的 因为都预期 会加大 那个基建基础设施的建设 去刺激经济 比如说 我们说的基建三宝 最近股价都突破了 年内的高位 包括中国交通建设 中铁和中铁建 这是股份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从那个 PMI采购经理指数 预计那个经济 那个服势会加快 所以也应该立好 比如说旅游的板块 最近我们也留意到 像航空股 也是中资航空三宝 东方航空 中国航空 国航 跟南方航空 股价都创了 那个年内的新高 所以这两个板块 我们留意到 晋级的走势呢 都有优于大盘的表现 谢谢师傅 那么呢 刚才师傅也提到了 就是那个 中国的制造业指数 PMI 达到了52.6 也是2012年4月以来的最高 然后呢 就是非制造业的 PMI呢 和财新 中国服务业 PMI呢 同样也是 都是明显好转 这样呢 中国的富长势头 看来非常的强劲 那么呢 请问师傅呢 对中国经济的后世发展 有什么看法 嗯 现在我觉得 就大家可以用 审慎乐观的四个制裁 去形容 未来我们对中国经济 未来发展的一个取态 因为看到 不管是官方和民间的 PMI都显示在那个 疫情高峰过后 经济呢 开始进入 所谓的后疫情时代的修复期 不过呢 我们还需要 理解到就是 那个疫情的影响 是比较重大深远 就是说 不会 一时三刻的那么快 经济就会 马上的 非常的 表现的强劲 加上现在经济恢复的基础呢 还不算很牢固 所以呢 还有一定的 不确定因素 不过也 可以预期呢 就是中央 会把那个 恢复和扩大消费 放在那个优先的位置 而且在 扩大和 恢复 消费方面呢 收入和消费者的预期呢 也是一个 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相关的 未来一段时间 相关政策的既定 和落实呢 应该是更多 着力于增加 居民的收入 和改善 市场的预期了 谢谢师傅 刚才师傅提到呢 就是基建的三宝 还有航空的三宝 那想知道 就是中国的内需板块呢 有没有投资的机会呢 目前 内需呢 其实我觉得 就很难去选择的 因为内需的 那个范围很广 有些人可能 选择餐饮 有些人选择 衣食住行 可以说 那个范围很广 究竟未来的那个消费 会集中在那一块 而且你选到 那个板块 还不一定 你选的那个公司 各股方面 会一定的受惠 所以反而呢 对于这次股份 我会 我们会倾向用一个 bottom up 由下而上的 一个分析 就是看每一家公司的 基本面 或者是他的技术走势 去判断 他值不值得去投资 而不是说 从上而下 现在我看好 那个消费股 总之 消费股 我都 一致的 看好 这样就比较 那个 没有 不够精准 就个别的去斟酌 谢谢师傅 那么我们来看看 外围的经济状况 像美国人呢 他们一直都习惯 依赖信用卡消费的 而且呢 他目前呢 持续加息呢 使得信用卡的 年利率达到20% 可是呢 他因为他呢 信贷成本不断的 增加的同时呢 其实他那个 信贷额却越来越大 因为他整体的经济下行嘛 然后越来越多的市民 他没有足够的现金 去支付房租啊 日用品啊 日常开支 他们只能呢 依靠信贷来支付 这些食品 这些房租等必需品 那么呢 导致了他 那个债务的总额呢 在2022年底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9306亿元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那个信用卡的年利率 又这么高企 请问师傅认为呢 他这种状况 会不会引发 那种个人层面的 信贷危机呢 我觉得不要让 那个大树去下趴了 刚才你提到 那个信用卡的债务 上升到超过 9000亿美元 因为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 他那个不代表 不代表是 欠债不还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 他是outstanding 每个月你的信用卡 都有一个 还没付款的 那个outstanding 就是那个余额 我相信很大部分人 可能会选择是 全数去付款的 有小部分可能他会选择 那个给那个交付 那个minimum payment 最低的还款额 然后每个月去还款 这样子就那样 这样这是还款方式呢 就要承担那个利息的开支 所以9000多亿我相信 我相信不是全部都要通过 那个每月还款的 有可能一大部分是每月全额 去清还的 另外呢 我们也要看就是那个 如果他每个月都可以定时的还款 没有问题啊 像那个银行 那个房贷啊 个人贷款啊 那个outstanding的余额 也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只要你那个经济不是 发展的很低迷 那是欠债的人 没能力去还款 那就问题应该不大 所以我们还要看那个 拖欠的余额的数字 就是那个就是预期率 不断的攀升 要留意这一个数字 而不是整看那个9000多亿 就觉得很害怕 另外呢 就是美国现在 那个失业率还是 维持低 很低的 3.4 3.5这样的低水平 所以不担心 很多人因为失业 而没能力去 还那个信用卡的贷款 所以这个也不需要太担心 另外其实美国人 还有其他的options呢 可以去采用的 因为现在信用卡的 那个负债的利率 是差不多20% 对 如果你想降低 那个利息的开支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 用那个0%的 那个偿还的 就是开一张新卡 把那个新卡转到另外一个 把你现在的信用卡的欠款 转到另外一个新卡上面 那为了吸收新的 那个信用卡的开户 这是新卡呢 通常都可能不会收 那个利息 所以就是0% 除了这个option 这个选择以外呢 其实现在个人贷款 在美国来讲 可能那个利率只是10% 所以有一次 那个信用卡的欠债人 也可以选择 通过那个个人的贷款 去偿还 他的就是用一个 低一点的融资利率 去偿还信用卡的那个贷款 就是还是有很多的解决方法 对 谢谢师傅 那么今天呢 我黄师傅呢 给大家讲解了中国经济 还有美国目前的经济概况 而且呢 提到了基建三宝 航空三宝 这方面 还有恒生指数的走势 大家敬请留意 谢谢 谢谢